在拍照啊,在做摄影的这个行业 我们当摄影师千万不要把这个当成是一份工作来做 我不是在讲零话啊,但是这个是事实 这是我的观点 当摄影师它是个很辛苦的工作 它是个高风险的工作 它是个很累的一份工作 它是个需要很精神,很大量能量的一份工作 所以这个工你一定要去爱上它 当你要拍这个人 假如你要拍这个企业家 拍这个新娘,拍这个新郎 或者拍这个小孩子 你真的是要专注在于看着这个东西的审美 去按下快门 你是要有多大的专注跟多大的精神 才能去把这样东西拍好 如果你只是把这个东西当做是你的工作 你只是为了完成工作而去拍的话 你的东西可能没有灵魂 就算你有把东西做完都好了 你有把拍照拍完都好了 可能那样的东西都会差那一点点 差那一点点感觉跟差那一点点灵魂 所以讲真的当摄影师 真的不能够很像当着一份工作去拍 不可以为了做而做 为了完成而完成 谢谢你们 我是个想驾 跑车的年轻人